大家好,我是武藤游戏 那今天呢要來介紹的是我們的這個 灌籃高手Slander冠軍盃X8 終於開放報名啦 那這個比賽其實我覺得這一次離上一屆這個比賽結束其實已經相隔了比較久一點 他之前不會隔這麼久,這一次算是隔了兩個多月 那這個報名的消息終於出來了 那今天就簡單的帶大家來講一下這個比賽的規章 那也鼓勵大家就是如果想要看看自己的實力啊 或者是你想要圓一個超聯夢啊 我覺得這一次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為什麼會說這一次機會特別好呢? 我後面會說 好,那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賽事規章的部分喔 那跟以往一樣喔,就是你上一屆超聯的八強你是可以保留這個總指資格的 然後你要提前跟這個官方做告知 不管要不要總指資格都要講 然後呢,圓隊伍呢至少要保留兩個人 那你可以新增最多兩個成員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些重點的東西喔 他這個賽事規則就是 你要有這個中華民國國民啊 或是港澳身份的人才可以參賽 所以你不能找什麼陸服打手啊之類的 那你的這個年紀需要滿15歲喔 最小最小要滿15歲才可以報名 好,那再來是比較重要的地方是報名日期啊 是2月20號到3月5號的部分 也就是說這個比賽報名就剩下10天了 今天2月25嘛 剩下10天 大家如果有想要議員這個超聯夢的話呢 大家記得要報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這一次的這個海選的比賽時間 那海選出賽日期就是我們這個3月16到3月19 4、5、6日 那他會這樣排呢,大家不用擔心喔 大家有些人會擔心說 我禮拜四禮拜五要這個上班怎麼打呢? 別擔心,因為你看一下下面這邊喔 這是512進256 那這是禮拜四 那17號是256進2128 啊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喔 上一屆這個冠軍杯的海選報名呢 大概就是100隊左右 所以他這樣寫呢只是預計 如果萬一有多一點的隊伍的話 可能會拉這麼長 但是我依我自己的預測啦 高機率大概 台港澳這次報名比賽的隊伍大概就差不多是100名左右 那所以大部分 大大致上是18、19 然後這邊打完就會進到這個最後的8強 那你這個8強呢 就可以獲得這個超聯門票的資格賽 那就會跟上一屆的這個超聯的8強 如果他們有願意繼續打的話 那去進行一個這個對抗 那贏的人呢就可以進入最後的冠軍杯8強 然後你也可以同時獲得超級聯賽S16的這個門票喔 好 那所有的賽制都是單白淘汰制 然後是這個雙邊BO5 都跟以前一樣 這個大家可以記一下喔 就是3月16這樣子 然後這資格賽是這個3月 3月19啦 3月海選是3月19 就是這邊打資格8強打出來之後呢 那再隔一個禮拜就是打這個超聯資格賽 就是3月26下午2點這樣 那這邊就會有轉播了喔 這邊也就是會有通常是由我們阿嬤跟我們的窺皮會做這個轉播的部分喔 好的 那最後這個總決賽就是線下賽日期 欸他這邊已經出來了嗎 4月9號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先看這邊 然後再來我帶大家來講一下我這一次的一些看法 對於比賽的一些看法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張圖表喔 這8隻隊伍就是超聯S5的8隻隊伍喔 那基本上只要這8隻隊伍如果願意繼續打的話 他們還是可以保有這個總值資格的 但是呢 我這邊 呃我自己 對於這8隻隊伍剩下 呃到底會有多少隻隊伍願意再打下一季呢 這邊我自己做一個推估跟 呃這個 預測啦 那當然不一定會準 不過有一個消息 就關於RTS的消息這個我是可以跟大家講的 啊 這個RTS的消息就會是準的 其他隊伍我不知道 但我會稍微預估一下 那 上一屆冠軍是我們Honey Avengers嘛 就是小75歲跟老媽獲得冠軍嘛 那第二名是 就是 最後第七場打輸 就其實只差一勝的這個 排球少年 那第三名是我們這個小牛姿勢 還有檸檬的這個指球出現2.0 那基本上這三隻隊伍呢 我覺得 他們實力就依舊還是這個遊戲裡面最頂尖的三隻隊伍喔 所以呢 呃我高機率預測這三隻隊伍下一屆 還是會繼續回來打 呃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呢 因為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沒有啊那個小七15歲 感覺他們都已經退坑了啊 很久沒打了 然後那個誰誰誰感覺好像也其實 最近好像都沒打球 我覺得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很正常 因為呃他賽事那個消息 呃其實是最近才公佈的嘛 那其實很多比賽選手 他們其實平常沒比賽的時候 他們有些人是會懶得玩這個遊戲的啊 那我就不講了 像老媽他就是 可能就練習的時候才出現 平常是連開都不想開這個遊戲的 但是他們的實力就擺在這邊 所以 只要有比賽的時候 他們會比較願意回歸 是因為他們只要想打 或其實他們都是有機會可以獲得冠軍 那你獲得冠軍 呃也可以證明自己的實力依舊在之外 那也可以賺到獎金嘛 所以我自己是預測這三支隊伍依舊會存在 那但是後面剩下的五支隊伍呢 呃我就覺得 我就自己存保留的態度啦 因為呃我自己在開直播 我先講一下RTS的狀況好了 就是RTS其實這個官方後來 有最前幾天有問過我 那我這邊已經確定就是RTS已經放棄了這個 種子資格就是 呃因為上季發生一些事情嘛 那現在PINK去當兵了 那小抱抱他去越南工作了 基本上呃也是沒有辦法再打比賽 所以我們連原本的兩個人都保留不了 所以我們這一季基本上就是 已經跟官方講就RTS不打了 所以呃總子資格會再多一個 呃那這個呃那BLK呢 這個PLUS ULTRA的一些成員 他們曾經有在我的直播上說過 呃應該是不會再打 呃但是不知道 呃這個到時候會不會回心轉意 這個很難講 因為他們很多人都是這種 欸我說我要退坑了 我要退坑了 然後比賽就會出現 呃那AT Team呢 我知道的消息是 呃小白這一季應該是要忙工作的關係 所以他應該是沒辦法打 就是呃他AT Team的這個工具位 那呃花形可能會再找其他人 然後繼續沿用AT Team去打比賽吧 那好男孩上一季也是 就是搞得里里拉拉嘛 就是本來是那個瑞琪小瑞瑞跟林蔡蔡嘛 那後面發生一些狀況 後面就呃超聯就變得很高爽 那當然啊後面有打出一 呃一兩場這個蠻精彩的三小陣容 爆冷獲勝 但是整體來說是偏高爽一點 那這個總子資格呢 我據我所知啊是給了這個瑞琪 那就看瑞琪會不會再找 呃新成員來參加這一次的比賽 所以我自己預估啦 呃RTS已經確定不打了 所以會多一個名額 那剩下七支隊伍 那我預估可能 呃BLK跟PU可能也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自己只是說說我的預測 那他們假設不打 那就是會有三個名額 也就是說 我前面是不是有講到說 這一季如果你要拼超聯 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的原因 就是在這邊 因為假設這些隊伍都不打的話呢 那假設只有前三名要打 那你們後 呃你們打海選的時候 你們會多很多機會 不只是最後八強的機會 你就算在十六強跪了 他會因為有總子資格的機會呢 所以他會在十六強 會再有一個敗部復活 但是你要打到十六強喔 你不要說你第一場輸了 你還能爭這個敗部 沒有是在八強前的那一場倒掉 那那就會有這個打這個 總子資格的機會喔 歷屆以來都是這個樣子的 好那 呃我自己的評估是這樣啦 那到時候 有多少隊伍呢 我就不知道 那我在這邊也是鼓勵大家 可以打比賽 但是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喔 呃打比賽 需要花費你相當多的這個時間跟心力 你可能平常要這個 花時間去練習做準備啦 然後你每個禮拜天 基本上超連都是每個禮拜天會打 然後從下午可能打到晚上這樣 所以你每個禮拜天基本上都是 呃要把時間留給超連比賽的 如果你今天真的有下定學心 想打比賽的話喔 就是大家就是知道時間上 呃要留給超連 就不要再發生什麼臨時又有狀況什麼小的之類的 好不好 那這邊也是簡單的跟大家講 介紹一下這一次的比賽 那也鼓勵大家就是這個多多參加比賽啦 這一次超連或許會多非常多這個新的隊伍啦 基本上呃是可以期待一下 搞不好會有一些 呃後期之秀 然後有機會可以威脅到前面三隻這三強的 呃這個隊伍出現也說不一定喔 好那最後還是鼓勵大家可以踴躍報名比賽啊 然後這一次真的是一個相當好的機會 可以讓你有機會可以拼進這個超級聯賽喔 那可以一元可以當這個超連選手的機會 那就是我們這一次冠軍杯X8啦 那期待大家這個參與比賽 然後可以也可以這個在比賽場上發揮的非常的精彩喔 那我是武藤遊戲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大家掰掰 掰掰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 這樣子隨時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面 我看一下 我們下部影片見面